我们看到课本185页 4-2 积分的概念 与反导函数 前面第3章讲的微分 在求顺时变化率 那在几何上就是曲线上的切线斜率 微分就是在求斜率 那积分是在求呢 不规则形状的面积 积分是在求面积 也可以推出所谓的体积 你先记得 定积分就是在求面积 那这边主要介绍一种叫做 黎曼和的方法 黎曼和 用分割逼近的方法 来求不规则形状的面积 他举的例子是fx平方 最常用来讨论的最简单的一个抛物线 s平方 和s轴 s等于0 s等于1 所为成的区域面积 我们看看 就是y等于x平方 一条抛物线 0到1 就是 s轴 x平方 s等于0 s等于0 是y轴 他为出这块粉红色的 这块面积要怎么求 他是这样子 他把这个0到1之间呢 分成n等份 切成很多小等份 我们说他的宽都一样 宽都是n分之1 宽都是n分之1 然后他画了很多条垂线 然后就切成很多条呢 长得像长方形这样子的 长得像这样子的东西 他 底下都一样宽 然后会出现像这样子的 那这种形状呢 他右边这个 我们叫右边界 比较高的右边界 比较低这边叫左边界 他这边说他每一块呢 比如R1 R2 第几块叫 RI 186页 这当然不是矩形 但是呢 如果你切得越细 他就会越接近矩形 意思说你这块误差会越小 这一块 那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子 大概简单讲一下 他有所谓的上 上和下和 上和呢就是利用右边界 每一个的右边界去算 长层宽长层宽把它加起来 叫做上和 上界 上举形 那用每边的左边界用比较低的这边去算 比较小这一块 叫做下和 下举形 他这边这个图3 BC就是右界 AD就是左界 那你如果用每一个的上界 每一个的右边界去做 是不是凸出来 你右边界做都凸出来吗 他这边 凸到左边这边就多出来了 你每个这种矩形都用右边界做会多出来 那你每个矩形用左边追 左边像这个红色的涂到这边来 红色的 这个 每个用左边界就会少了 少了空白的地方 有没有 少了空白的地方 这边写的 就是你多出去叫上级行 小一点的叫下举形 那你把这上举形通通加起来 叫做上和 UN 下举形都加起来叫做下和 LN 那理论上你切的越细 这两个就越接近 LN跟U就是误差会越小 它多的跟它少的呢 都会越来越小 那这两个就会 变成同一个枝 同一个极限值 它的概念是这样 在187就实际在算 先把它切成N等份 所以每一个指区间宽度 宽度是N分之一 然后你用右边界 右边界做上举形的高 这都是右边界 算出来 那这边 这边有那个以前那个 极数的一个公式 1平方 2平方加N平方 是6分之N N加1 2N加1 所以它上和是6N平方 2N平方加3N加1 这是上和多出去的 全部加起来 那下和呢 算出来是这样 6分之N平方 2N平方 减3N加1 它的 上和的 全部的举形加起来 下和的全部举形加起来 那你发现到呢 我们要找这R的面积呢 接在这两个之间 接在那个多出去跟少一点的之间 上和跟下和之间 那你N趋近无穷的时候 所以这个 4-1为什么要介绍这个 有没有 4-1 171A立体3第2小题 是不是这个 分母两次分子两次 6分之2 3分之1 对吧 它的 上和 趋近3分之1 下和呢 6N平方2N平方 6分之2也是3分之1 上和下和都是 极限则是3分之1 那根据夹集定理 177A立体8 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求那块面积是3分之1 刚刚解释这一段其实是数学上 黎曼 这位数学家提出的黎曼合 他用初等数学 来解释用极限球面积 当初牛顿发明不是这样子想的啦 没有这么复杂 我们到四肢上会介绍牛顿的想法 这是后来黎曼提出黎曼合 那现在都被用来当作定积分的定义啦 因为他呢 浅显易懂 就把切成一小条一小条的 然后算 算这样多算的 少算的 当你切的无限细的时候呢 这两个就接近了 那个极限值 就是他成功的用初等数学 解释这种曲线下球面积的题目 那188页呢 是他一般情形 这看一眼就好了 就是一般的你也可以这样把它去切 然后一样算个上核下核 那如果这个一样呢 极限值一样呢 就称作他的面积 上核下核的 存在且相等的称他的面积 那这边就说啦 如果这种情况存在 成立的话 上核下核极限值 存在且相等 这个共同极限值 我们称作定积分 意思就是说这块面积啦 啊 用 这个积分幅 a到b fx表示 意思说我们算这个呢 就是在算这个曲线下的面积 好吧 ab呢就要上线下线 比如说0到1 他刚举那个例子 0到1s平方dx等于三分之一嘛 就是这块 这块的面积就是三分之一 我们可以用 前面讲那种 无穷数列的极限 去解释他 他的面积是三分之一 啊 那我们解释这个积分符号 下线 上线 倍积分函数 然后变数 因为在高等数学里面可能有两个甚至三个变数 现在是谁做变数 那事实上fx是长 dx是宽啊 啊 这个叫积分符号 定积分的符号 那你用x用t 理论上是一样只是符号的问题 符号的问题 那刚讲的是这种情形 就要整个函数图形的fx大于0 整个函数图形都在s轴上方 整个函数图形在s轴上方 那就让他画这个图 啊 你这个定积分呢 就是这块面积 上面是曲线哦 这边是两条a到b的直线 跟s轴 这块粉红色就是这个定积分的值 那如果你的函数值是负的呢 在s轴下方 啊 那同样你去切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 你的宽是正的 往右数 然后你的高是负的 就是你的函数值是负的 所以算出个负的值啊 啊 这个 蓝色的r1呢 在s轴下方 他定积分的值会是负的 因为宽是正的 高是负的 啊 宽往右数 那n分之就是正的 然后他的 长 函数值是负的 所以计算出来那个定积分的值 会是负的 就说会一样大但是是负的 如果这加个负号变成这样 啊 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积分值呢像这个图像图10这样子 啊 他从a到b呢 有的在上面有的在下面 他像这样 啊 r1在s轴上方 r2在s轴下方 那你这个定积分的值呢 就是r1-r2 r1-r2 也就是要会正负相消 你如果直接从这边算过来 他就变成这块面积 减掉这块面积 啊 因为r1是正的 r2是负的 啊 所以最后这边总结了 总结来说 这要画起来啊 其实我有划线的字 最好就画一下 定积分 a到bfs的意义呢 就是 s等于a s等于bs轴 跟这个函数图形 在s轴上方面积 减去s轴下方面积 因为s轴下方的话算出来会是负的 他就会自动相消的意思啊 啊 那这边列了一些公式 列了几个性质 在 190页 190页 订积分的一些公式的性质 如果前面乘个k呢 k可以拿出去啦 那两个相加的订积分就是两个订积分相加 啊 啊 那比较重要是下面这个c这个啦 就说你如果是从a 算到b 啊 那等于a算到c加c算到b啦 就是这个接点 这是个接点 你订积分从a算到b 就是a到c 加c到b 啊 这在190页下面 这个统策有考过 啊 那你一下听到很多公式等一下其实这题目并不难啦 像刚举那个例子 比如说你0到6 0到6的面积呢 就是0到3的面积 加3到6的面积 这很合理吗 0到6的面积 就是0到3 加3到6 啊 比我们看这例题1 他给你这几个 看起来一堆的积分符号其实很简单 他给你一堆的积分符号 0到3 0到6 f 跟0到6gx 在106年统策我考过啊 之前有几年还考了蛮多题的 啊 其实我觉得这比较没什么好考要考码考后面定积分的计算 我们看第1小题 他给你这个0到3的面积是2 那这边乘个4倍 这个4可以拿到外面来嘛 像这样拿到外面来4 就4乘上这个0到3的定积分 所以428嘛 就是这个是2啊 4拿出来 428 很简单啊 这边第2小题稍微难算 3到6怎么办 3到6 他给你0到6 0到3 啊 那我这边写简单一点 就是0到6 0到3加3到6嘛 就上面这个 0到6是0到3 加上3到6 所以呢 我问你呢 就带进来 他这样问你这个3到6 那这个是8这个是2嘛 所以就8减2 等于6 等于6 懂吗 不然你把这项拿过来 拿过来左边 0到6是0到3加3到6嘛 啊 所以这拿过来给他减 0到6减掉0到3就是8减2等于6 这其实就要加减乘法 很简单啊 这个立题1啊 很简单 加减乘法而已 虽然有一堆的积分符号 那第3条题很简单 你看他给你这个 FS0到6是8 GOS0到6是-5 那这个乘3倍 减掉这个乘2倍 那就带进来算啊 3乘8减2乘-5啊 就这么简单啊 就带进来算啊 啊 你看这边写的 课文写的比较完整啊 先拆成两个 3跟2拿出来 所以就3乘8减2乘-5啊 我就直接写这一步了 3乘8减2乘-5 负负得证34 第二条题我是写这样子啦 课本是直接把移向过去减了 我是写这样 0到60到3加3到6 意思一样啦 这拿过来就一样了吗 0到6等于0到3 加3到6 同胞 我们看下面类题1 啊 又给你一堆函数值 -2 0到0 0到2 然后gs给你-2到2 好 第1小题fx -2到2 你看这边-2到0 0到2是接上了 这个分界接上了吗 -2到0 0又到2 所以是不是这两个相加 -3加7吗 就这样子啊 -2到0 0到2接上了 所以就是-3加7吗 就是-2到2 我这下面有写了 有点没拍到 0是那个接点 0是接点 第二小题这个 0到2是7 那2到0 反过来就是-7啦 他是反向积分 他写在上面这边啊 第2个 他写在这边 a到b跟b到a 方向相反反向积分啊 我们学了 4-3定积分的计算就知道了 这当然是差个负号 a到b跟b到a 向右积分跟向左积分会差个负号 那这小题有出现 0到2是7 那2到0就是-7 所以上面这个不一定要比较大 你看这个 这个2到0 反向向左积分也可以啊 那0到27 2到0就是-7反向 前面乘个3 所以3乘-7-21 我是一直觉得这种题目不太重要啊 但是毕竟同车有考过 第3小题 好 -2到2 那fx-2到2这边算出来是4哦 fx-2到2前面算出来是4 啊 就是两个 fx2乘4 啊 那这边gx-1 加上 5乘上-1嘛 那么两个 这个4是第1小题 加上5乘上-1 所以8-5等于3 所以你看这不是很简单吗 只有加减乘法 抄一下吧 我刚刚190A立体2 微积分通常是用来处理曲线 直线 那直线当然也对了 你不能讲半天 结果 这种 就是可验证的直线反而错了 那不是很好笑 直线的情形 这 这其实是靠你知不知道定积分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跟S轴所为的面积 如果这个面积在S轴下方就是 负的值 就这样子 就叫做定积分的意思 几何意义 他现在问你呢 像这个给你个图 A区域跟B区的面积和 那这个就直角三角形啊 A的话 边长是1跟1嘛 1分之1底层高2分之1嘛 对 B的话 直角三角形边长是3啊 2分之13乘3 2分之9嘛 对 两个加起来 2分之1到2分之95 课分写的一字不差啊 这国小就会了吗 国小的直角三角形球面积啊 那如果你定积分负1到3呢 定积分负1到3 那他会用上面的减掉下面这块 上面这块 减掉下面 或者说加他负的 随便2分之1减2分之9 负4 你如果真的去计算会算出一个负4 4之3会教你怎么算啊 现在只是跟你讲讲而已 其实应该先教4之3会更好了 4之3会教你怎么算 有另外更高明的解释啊 那我们看类题2 给你这样的一个图 求A加B的面积 那A直角三角形嘛 变长多是2 2分之1 2乘2等于2 没问题吧 那B呢 变长多是4的直角三角形 应该说底跟高度是4 2分之1 4乘4等于8 那面积只有正的哦 A的面积当然是正的 这两块加起来 2加8等于10 2加8等于10 那如果你是算定积分的值 算定积分的值 从负2到4 从负2算到4 他会变成B的面积 减A的面积 因为A在S轴下方 啊 A定积分算出来是负2 B算出来当然是8 所以负2加8等于6 所以写的会自动相消 你若用定积分这样子 不管他这样跨过去 不管正负的话 正负会自动相消啊 这些观念听一听啊 你等到学了4之3会更清楚啦 啊 学了4之3会更清楚定积分球面积啦 大家操一下吧 就这么买着讲解一下 就是看图球定积分的 好 这就讲的是黎曼盒 跟定积分的几何意义啊